好,各位听说 那么我们上节课呢 在我们的这个思维导图里面 又添加了一个新的方法 叫做类方法 好,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还要为我们的这个思维导图 添加一个新的成员 这个成员呢 同样是一个方法 那么他的这个名字呢 叫做静态方法 好,那么让我们呢 到我们的这个student类下面 来写一个简单的静态方法 看一下 还是你的静态方法 应该如何调用 好,同样是使用DF关键字 然后呢我们呢 随便定义一个add 好,按下完 好,那么同时同样的要注意的是 静态方法上面呢 也需要有一个装饰器 这个装饰器的名字呢 叫做student master 好,那么到此呢 我们的这个 一个很简单的静态方法 就已经编写完成了 那么这里呢 要跟大家呢看一下啊 它这个静态方法啊 和我们的类方法 还有实力方法啊 有什么不同啊 好,第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啊 静态方法呢 没有啊 像我们的实力方法和类方法一样啊 强制默认 传入一个指定的啊 这样的一个名字啊 那么类方法里面呢 这个cls呢 代表的是类本身 而这个实力方法里面的self呢 代表的是啊 是对象的实力 但是呢 在静态方法里面啊 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 纸带传入啊 它呢 就是一个普通通的方法 但是呢 如果啊 你想让一个函数成为一个静态方法 那么呢 你需要啊 在它的这个方法的上面呢 加上这样一个static method的装饰器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函数呢 稍微补全一下啊 我们在这个函数的内部呢 打印一个VC的static method 好 接着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何调用这样的一个静态方法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明确啊 一个对象呢 是可以调用这个静态方法的 然后呢 一个类呢 也可以调用这样的一个静态方法 好 我们呢 还是拿我们的student1啊 这样那个就上来看一下 student1.bb 好 可以调用啊 比如说我们传入两个三处一啊 好 然后呢 student这个类啊 也可以啊 调用这样的一个静态方法 让我们呢 来看一下他们的结果啊 过度报错 好 你发现啊 这两句话呢 成功都打印出来了 所以说大家要记住啊 静态方法呢 它呢 也是啊 可以同时被我们的对象和类 来一起调用的 好 然后呢 我们还要再看一下啊 这个静态方法啊 在它的内部啊 可不可以仿余我们的类变量呢 静态方法的内部啊 也是可以仿余我们的类变量 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里啊 再打印一个 student1.bb 这样的一个sum啊 好 然后再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会发现啊 student的sum呢 会不会打印成1啊 好 所以说从这里呢 也可以看到啊 这个静态方法呢 其实呢 基本上啊 和我们的这个类方法呢 没有一个太大的区别啊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啊 类方法呢 会把这个cls显示的传入进来 但是呢 我们的静态方法 它并没有啊 这样的一个显示的传入类 好 我们现在呢 把类方法啊 和这个静态方法呢 放在一起啊 来考虑一个问题啊 这两个方法啊 可不可以访问我们的实力变量 访问类变量呢 我们都已经验证过了 关键是实力变量 能不能访问啊 好 我们呢 在这个clssum这里啊 加上一个print 好 我们看一下啊 self 变 好 这里呢 name和h都有主要论 好 我们打印一下name 好 然后再把这里换了 复制到这里来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连续调用这样的一个类方法 和一个静态方法啊 看看能不能访问 不能访问的话呢 它应该是会报错的 好 我们还是拿student01这个对象来看一下 好 我们呢 分别啊 用这样的一个对象啊 调用静态方法 对象啊 然后呢 是类 调用静态方法 然后呢 我们再用再用这样的一个类方法看一下 student student1 点啊 这样的一个 plus sum 好 这个呢 是用这样的一个对象啊 来访问类方法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用类啊 来访问一下类方法 student1 然后呢 我们把一些干扰的选项呢 给它排除一下 比如说呢 这里啊 这个呢 我们都把它给去掉了 好 我们只关注我们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 打印实力变量 好 这个地方的print呢 我们也把它给去掉了 好 这里的 构章函数这里的print 好 完成之后啊 让我们再来运行一下弹幕 isnc1.t吧 好 我们会发现啊 会报错 它直接啊 给我们报了一个叫那个self 是没有定义的啊 如果说我们尝试着啊 在这个静态方法和类方法里面啊 你用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呢 这个呢 会直接报错的 可能同学可能说啊 那你不加这个self可以吗 我们之前说了啊 不加self呢 这个呢 就不叫防御实力变量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有点试一下 它肯定呢 还是会报这个内容找不到 好 果然呢 依然是报这个内容嘛 这个变量是没有定义的 好 那么我们最后呢 再把这个数据力呢 集中在静态方法上啊 那么很多同学呢 会问啊 这个静态方法啊 有什么用啊 其实呢 你能用静态方法的地方呢 都可以啊 用这样的一个内方法来代替啊 而且呢 内方法呢 要更加方便一些啊 因为呢 直接呢 是有一个cls啊 传进来的啊 这个cls就是类本身 所以说呢 你 你此时呢 调用这样的一个类的变量呢 会更加方便一些啊 比如说呢 我们有这个cls的话呢 我们直接用cls啊 就 然后加点号 就可以访问到我们这个sum类变量了 但是静态方法呢 你还需要啊 写出这样一个类的全称啊 才可以访问到这样的一个类变量 好 那么啊 静态方法呢 我建议大家呢 最好啊 不要经常的使用啊 因为呢 静态方法 它和我们的这个面向对象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呢 非常的弱啊 大家呢 其实可以看到啊 我这里第一的这个静态方法啊 它几乎呢 和我们的这个类和对象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比较 它本身呢也 它本身呢 只是说它可以访问这个类变量啊 但是呢 它本身呢 并没有对象和这样的一个类传递进来啊 也就是说呢 它和一个普通的函数啊 几乎呢 是没有区别的 好 所以说呢 那你一定要使用静态方法的话 那么我这些人的经验呢 告诉我啊 这个静态方法呢 可以用 呃 当什么说用呢 当你啊 觉得那你这个静态方法非常纯粹啊 和类 和类啊 还有这样的一个对象呢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时候啊 你呢 是可以尝试的使用这样的一个静态方法的 但是呢 原则上面来讲的话呢 我不 我不推荐大家使用这样的静态方法 好 那么这里呢 可以顺便跟大家聊一下啊 呃 Python里面的这个静态方法呢 和我们其他语言里面啊 比如说C-Sharp里面的这个静态方法呢 是不太一样的啊 C-Sharp里面的那个静态方法啊 它更像我们这个Python里面的一个类方法啊 这一点呢 是如果有有有这样一个编程经验的同学呢 要注意区分一下啊 两个静态方法的意义呢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类方法呢 倒是和C-Sharp里面的那个静态方法的意义呢 是有一些相似的 但是实现的原理和机制呢 还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Python里面的静态方法呢 和其他语言里的静态方法 好 这一点呢 我们就不再展开讲了啊 大家有兴趣的 有兴趣的呢 可以下去啊 去查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好 那么啊 关于啊 Python的这样一些变量啊 和方法啊 我们终于讲完了啊 其实呢 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章啊 而且呢 里面的逻辑呢 也还是比较复杂的啊 但是呢 归纳总结起来啊 并没有太多的内容啊 变量呢 两个啊 类变量和实力变量 方法呢 实力方法 类方法 还有静态方法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构造函数 总共就是这么多的内容 好 那么我希望大家呢 下去了之后呢 可以啊 把这个思维导图啊 没事 拿出来看一下 然后呢 想一想 这个方法和变量 今天是什么关系啊 哪个方法 可不可以调用某一种变量啊 经常的来 经常的呢 来滚固复习一下啊 当然那最好的一个学习方式呢 还是自己啊 动手去写代码啊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各有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目再见 我们下节目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